欢迎来到沃尔多费雷尔博物馆 该博物馆于2008年开幕 恰逢其所在的学校创立100周年 该学校致力于阿尔玛登的启蒙和初级教育 由矿长沃尔多费雷尔创建 让许多来自矿山的儿童和工人能够接受教育 从此摆脱落后和文盲 在博物馆的入口大厅中 作为序言展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场景 一张刻有上世纪50年代西班牙地图的老桌子 这个场景是为了让访问者能参与到一个特殊的瞬间 在这里拍摄的照片将会提醒他们 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 并且这一点也将很快在展厅入口处的伟大壁画中被验证 博物馆有两个展厅 第一个展厅的展览 由课程资料中的故事情节 教学工具 以及学校中曾经有过最有价值的食客等元素组成 这使观看者能积极地参与展览 并且身临其境 在这里讲述了一个近在咫尺的教育中心的故事 希望使人们能够回到童年 并且唤醒和长辈的回忆 第二个展厅在一个现存的教室中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教室的情境 最后整个展览在15分钟的视听影像中结束 唐吉赫德和桑桥的讲述形象地将游客带到了这片土地上 这所百年学校的故事 数以百计的照片音频在声音和图像中 给人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体验 请一定要参观这个充满感情和回忆的宝贵博物馆 它向我们展示了 教育是人类能拥有的最大财富之一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同时我们邀请您一起前往下一个景点 继续探索有关阿尔玛登的更多故事